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开放申请 不少租屋族都前来缴交资料 但申请前你的房东知道吗 知道可以去申请 广东都没说什么 广东就是知道啊 大多房东现在都会让租客来申请 但就有民众表示 礼貌性先问房东能不能申请租屋补助 但房东却说套房一个月 一万出租已经很便宜了 合约上注明租金不含税金 如果要另外申请租屋补贴会多很多费用 但多了多少 房东却打不出来 还请租客另外找可以申请补贴的房子 但其实有可能是房东根本就不知道有免税范围 你知道其实好像有一个免税的范围吗 我不知道呢 不知道有这个 就是可以就是免税那个不知道 会阻止房客申请 大多是不知道有利多条件 房东指出主要是怕被查税 其实房客申请到租金补贴 房东就会成为公益出租人 就会有所得税一万五的免税额 以每个月两万房租来计算 所得税百分之二十 还有租税优惠必要费率百分之四十三 每年要缴的税金 如果你不是公益出租人 一年要缴两万七千三百六十元 如果是公益出租人扣掉免税额之后 一年只需要缴六千八百四十元 那当租屋族顺利申请到租金补贴以后 其实房东也会成为我们的公益出租人 去享有三大项的一个税金优惠 除了租金免税额 房屋税地价税也都能减半缴纳 因此房东其实没减丢 只是说房客申请 现在可以不经由房东 只有遇到不给申请 自己处理就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